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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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我千千啦 要記得按讚還有按訂閱 順便介紹給你所有的朋友喔 大家好 我是美食水千千 今天呢 我們來到九尾 我們來到九尾的寧夏夜市 但首先 我一定要抱怨一件事情 昨天大太陽 你看今天是什麼天氣 但沒有關係 因為我們今天有朋至遠方來 我的心是炙熱的 美妖家小鐘 帶他來逛寧夏夜市 美妖家小鐘 美妖家小鐘 你好 想必就是如果有看到外網的人 一定對美妖家小鐘不陌生 然後今天呢 要帶美妖家小鐘逛寧夏夜市 美妖家小鐘之前來台灣 有逛過夜市嗎 對 美妖家小鐘一遍 有遍 有遍 但是這裡 這裡的美妖家小鐘是初一次的 初一次 初一次 我今天呢 特別準備了寧夏夜市 很多間知名的店 要帶美妖家小鐘去吃 那我們今天就出發吧 GO 行嗎 來吧 那首先呢 第一間店 為什麼會選蚵仔味噌 就是因為呢 我周邊超多日本人 只要來台灣 我只要有買蚵仔味噌給他們吃 他們都絕對會種 所以我就特別選了一間 對 柿大好大好 大好 所以 剛好啊 那你 那Miyakai小仲有吃過蚵仔味噌嗎 麵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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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曾經吃過 但牡蠣還沒吃過 那我們來點 兩碗蚵仔味噌 兩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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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牡蠣相麵 火龍門相麵 雙方麵線 日本鍋為什麼這麼強 兩碗 兩碗綜合麵線 兩碗綜合麵線 綜合麵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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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沒有那個臭臭的味道 こっちも全然臭味がないですね 而且我很怕大腸很硬 很不好咬 可是它大腸的口感很好 嗯 嗯 它的味道其實是淡 但是很夠味 所以你再加一點醋跟蒜頭的時候 那個味道就會提出來了 然後我會再加一些辣 嗯 芥末 なんか味道全然辣 欸我覺得這間 就跟大家來吃吃看耶 因為我當初在做功課的時候呢 我早之前我還沒有吃過 但評價很好 啊 對嗎 初見嗎 對不起 因為它就在寧夏夜市的旁邊 所以大家如果來逛寧夏夜市 就可以一起吃 吃完了 吃完了 看來我這一間 有沒有獲得到 明蘭K小中的喜愛 超級美味 超級美味 牡蠣も大きくて ふるふるで 新鮮で スープも程よい濃さで美味しかったです よかった 我果然是很會選店的人 那我們接下來呢 就繼續往下一間前進 いきましょう GO GO 我們接下來呢 這一間叫做 圓環蚵仔煎 之前明蘭K小中有吃過蚵仔煎嗎 なんか 牡蠣のオムレツは食べたことあります ここはないです ここはないです 牡蠣が本当大好きなんで すごい嬉しいです 我們現在吃這個最有名的蚵仔煎湯 這個是蛋 然後跟蔬菜 然後跟太白粉 いきまーす いきまーす んー すごい このほろみが んー 濃厚で美味しい んー 而且它也是甜甜鹹鹹的 美味しい またこのなんか野菜が合ってる んー 它就有蔬菜的清甜 又有蚵仔的味道 然後醬料其實還帶有一點甜味 那微微咸 就合在一起剛剛好 オーアーツェン オーアーツェン 美味しい 你剛剛不想像でも喜歡吃辣嗎 ピリ辛は好き ピリ辛は好き ピリ辛? それちょっと辣 我先幫她試一下 かカラあれかどうか 美味しい 不會很辣 OK なんか 豆バンちゃん はい 我有帶 ピリ辛ぐらいで 美味しい 這個喔 感覺可以吃很多份 這個醬汁很美味 蒜味乾咳 醬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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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哇哇 有點脂肪 脂肪 味道沒有吃過的 可能在日本也沒吃過 旁邊的醬有點像無味醬 所以你去吃板德州那個 旁邊冷蔡會附的 給海鮮那個無味醬 然後有一點點帶辣的感覺 你們可以想像這種有追韓團嗎 Soregizu do 欸 大好きどっち 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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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歌很厲害 1 4 3 I love you 對 あとAteez 喔 Ateez Ateez Sugi どっち Ateezはハコウシ 我最喜歡聊這種話題的 食べよかみるくて 乾杯 これなんですか 四季春 お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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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剛在想說 四季春不知道日文是什麼 お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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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日本以來 有很多牡蠣吃的食物 沒有很多 米安K小雄比較喜歡吃 是生的還是熟的 欸 哪邊也喜歡 我喜歡 哪邊也喜歡 我懂 吃完了 耶 好 那我們接下來就先往下一間 GO 我們現在要帶米安K小雄去吃地瓜球 米安K小雄有吃過地瓜球嗎 沒有 沒有 是 那我們就一定要去吃 因為很多日本人來 都很喜歡吃的地瓜球 行きましょう GO GO 它那個地瓜球啊 外面酥 然後裡面還保有那個QQ 炸的那個QQ的感覺 所以外酥內Q 空心的程度也剛好 也要去整個酥脆 欸 好吃耶 咳咳 餅 餅 餅 紫色的 紫薯 いただきます 嗯 嗯 好吃 好吃 嗯 嗯 就止まらないですね 它就酥跟Q的程度剛剛好 又比地瓜球 常見的再厚實一點 我那個 欸 我們來試試看梅子口味的 噢 梅 梅子的味道 梅子的味道 いただきます いただきます 它有點像台灣的那個 甘草番茄 它的粉的味道是那一種 所以跟我們想像中那種 橘橘的梅子粉味道不一樣 甘甜甘甜的那個烏梅感 配那個地瓜球 我就覺得剛剛好 好像比較適合 好像比較適合 好像吃著 好像比較適合 你喜歡哪個口味 哪個口味 哪個也喜歡 但是 原本的味道 味道也比較好 味道 那你覺得你原味 可以吃幾顆 這個 這幾顆 欸 你也講 它是230分 那我們這間吃得差不多之後 我們就要前進我們的下一家了 是 いただきます いただきます 聞起來沒有很臭耶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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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臭味其實沒有到很重 然後 它外面質地很脆啊 很酥脆 但是它裡面的那個豆腐 非常的軟嫩 而且有吸飽它的汁 所以這樣我在想說 因為可能 寧夏夜市現在滿多觀光客 所以它的味道就用得比較 就是比較平易近人一點 所以米安非小中心喜歡這種味道跟口感的 啊 不錯 なんか日本的厚揚子 とかはあんまりカリカリしてない こっちの方が好き ソース不足嗎 嗯 不足 結構 なんか甘めな裏付けとか好きなんで 好味だったら 一杯漬けちゃいます 台湾の なんか 3台円ぐらい買ってないんですけど なんか 味付けがすごい好きだと思います 我覺得台湾 很多料理都非常會用醬料 就是各種醬料 而且北中南的醬料的調配方式 有點不太一樣 即使是一樣的東西 我覺得這個還滿特別的 喔 吃完了 吃完了 下一間 下一間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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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接下來來的這間是牛媽媽焢肉飯 這間呢它其實開非常久60年以上 它其實一開始主要是賣牛肉的 但是它最有名的是它的焢肉飯 我最有名的是它的焢肉飯 因為這裡還有那個沙茶炒麵也非常有名 然後還有點了 我看很多人推薦的牛炸湯 我們先從宮崎小就沒有吃過的炒麵來試試看 なんか こんなスープが入ってるのを初めて食べます はい いただきます いただきます 麵が結構柔軟いんですね このお肉の味がすごい絡んでる 它的那個沙茶味道其實算滿重的 然後麵條有點像是 就真的比較偏軟的那種麵條 然後它的肉啊 就應該是外面有勾那個太白粉 所以它吃起來是有點Q軟Q軟的 而且我們現在 邊吃魚 剛剛又大了起來之後 有點冷 所以現在整個又暖起來了 この肉の旨味と魚介の旨味が 合わさってる感じですね 那我們吃完麵 當然就是要來他們最知名的飯了 很多人推薦它的飯 麵條K小中有吃過這種通肉飯嗎 なんかルーローファンはあるんですけど これは初めてです 通肉飯 美味しい 美味しい この辺軟喔 那個肉好軟 肉は脂身が大好き 私も 它的那個吃起來的味道比較 鹹度比較沒那麼高 我覺得比較偏甘甜甘甜的味道 那我大概知道麵條K小中喜歡吃什麼樣子的礦肉飯了 接下來這個是牛雜湯 すごい 肉がめちゃめちゃいっぱい 結構なんかスープに どれも結構生姜が聞いてますね 美味しい 美味しい 而且我發現麵條K小中算什麼都敢吃欸 因為其實像羊的味道就還滿多人 就會不太敢吃 可是它完全可以 あんまり苦手なものないです 好厲害喔 不過他們這一家的味道調味真的都比較重 因為它的湯口的那個鹹度也比較高一點點 グラデも複めますかなスープ 嗯 那我們這次吃完這個牛媽媽之後 麵條K小中覺得整體感覺怎麼樣 美味しかったで なんかこの雰囲気もいいですね 那麵條K小中很適合去熱炒店 熱炒店也有 我們也很有這個氛圍 吃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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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間 GO GO 小黃金 一千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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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個一定要加這個是甜辣醬 不充分 有很多 我加超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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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為了拍攝 我又擠比較少 我平常都是整片都擠 欸 不想說什麼 これで ちょっとだけかけます いただきます いただきます 啊 沒吃過的味道 但是什麼味道呢 台灣可以沾那個 也是糯米做的米糕 蛋餅啊 或是一些什麼餅類的也會沾它 なんか櫻海鮪… 星海鮪 星海鮪みたいな 一個のボリュームがすごい 它的肉粽滿好吃的耶 很香 料很多 而且鹹嫩滑的鹹度也剛好 接下來這個就是很有名的 它的豬肝湯 すごい なんか… レバー… なんかスープに入ってるの 初めて見ました 欸 所以之前都是直接炒的嗎 焼き…焼きばっかり 它這個湯頭是用冬菜下去煮的 所以它有那種冬菜的那個甜味 它有豬肝味道很好耶 口感有點QQ的 然後豬肝的味道也不會有那種 臭臭啊 扯滑的那種 すごい こんなに分厚いのに とにゃまわらかい 對 滿厚的 而且厚 但是口感又好耶 吃完了 吃完了 我覺得大家要來肉粽跟豬肝湯 那個豬肝的口感真的… このレバーがすごい柔らかくて そしてこのレバーの旨味もスープにご結構です 超美味しかった OK OK GO 我們最後一間是豆花庄 想說用一個甜甜的做結尾 但我不曉得 為什麼豆花庄會點成這樣 台湾 はい 初めて なんかでも台湾と言ったら かき氷みたいなイメージがあったから かき氷も食べたいなと思ってました 宮崎蕎重點的全部都是Q軟的那個食物 いただきます これ何味って言うんでしたっけ 它是黑糖 黑糖 黒蜜? はい 黒蜜 黒蜜だ 黒蜜 黒蜜 在台湾呢 特殊的節日吃湯圓的時候 一顆會長一碎 あっ そうなんですか? はい 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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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食べたら結構… 美味しい 豆花也很好喝耶 甜度非常剛好 然後它的那個花生也很軟很棒 なんかあの… 黒蜜のソースって日本だとないんで 新鮮っていうか 初めて食べるはずです 我覺得日本的那個かき氷梨都是 綠綠跟紅醬 對 有點像果醬 タピオカ はい タピオカ タピオカ なんかタピオカと黒蜜 黒蜜やっぱ合いますね なんか タピオカドリンクも 耐久じゃないですか 這個甜度 那個… 宮崎蕎重OK嗎? いや、もっと甘くても全然… 怎麼會有比你更甜的呢? おかげで… おかげで… タカレじゃないです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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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すごい 初めて食べます 熱いよ 初めて食べる でも 小豆とかピーナッツとか 色んな食感があって 美味しいです 很熱的時候吃 就會有點像 湯湯水水的感覺 一冷掉之後 就會變那個 有點像ジェリー的形狀 我覺得很有趣 トロトロ感がまた美味しいです これ まじ 這個可以切小塊 いただきます いただきます 美味しい 很Q 而且它的Q是 會彈的那種 而且它芝麻很香 我來吃一口花生 我來吃一口花生 花生的比較甜 我比較喜歡甜一點的 でもこの胡麻の風味も美味しい 両方ついてるやつ 両方 Mix Mix 美味しそう 美味しそう 還有那個泡泡 美味しい 美味しい ピーナッツ美味しい 夏の味が濃い ピーナッツの味が 芋頭覺得如何 タロイもすごいしっとりしてて もちもち系なのかな と思ったら 全然こうなんか しっとり? 吃完了 辛苦Miyake Shachung 今天跟著我 一起跑來跑去的 Miyake Shachung 這樣子 吃下來之後 有沒有最喜歡哪一間店? 全部美味しかったんですけど でもやっぱ牡蠣がすごい好きなので もうプリプリで はい トロトロで 好險今天挑的 食物跟店家 都剛好帶一點甜味的 Miyake Shachung Miyake Shachung 現在吃到現在 大概幾分飽呢? 40% 40% はい 最後の結構芋で 全然美味しい量で終わりたいタイプなんで ちょうど良かったです かわいい バイバ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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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語勉強ですね 中国語勉強しないと 最後の最後の 蠣蜂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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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蜂 ユニー 丸 谢谢大家